這一節主力和您談談碧桂園服務 中午公佈那份業績 公佈業績後下載回來 越升越有 曾經是升超過7% 那究竟是否真的好到這樣呢 那份業績 下載到它的收入 去年來講升了4.3% 去到473億多 至於純利要大幅倒退 5.1%左右 落到只有19億 但是核心盈利有增長 增長9% 去到有50億 那股價現在都在升6% 最多那時候升7% 那Stanley 這個業績的倒退幅度 和之前發過的刑警預告 是一個下限 換句話來講 好 不是說倒退得很誇張 那核心盈利 其實都是有增長 有9%的增長 Stanley 可否這樣說 看完這份業績 其實大家或者散戶 或者拿著碧桂園的投資者 其實都心定一點 因為始終內房 或者去年那個行業情況那麼差 其實碧桂園交出來的業績 或者本業或者營運 其實就頂得住整個大氣候 其實都是會放心 因為在業績之前我們看到 碧桂園的股價都是偏弱的 一直壓著低位水平 而份業績出來第一看收入了 收入有四成的增長 都是OK對版的 第二就是核心盈利 增長了9% 因為之前碧桂園在公佈業績之前 就已經公佈了一些業績的快步 又發出刑警 當中有一點就是說 那個經調整或者核心的盈利 是會增長5% 由本計劃來說 今天公佈的9%是更加好 可能這裡就表現到營運上 都是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或者成本控制方面做得更加好 所以這裡就令到市場 都是覺得最差的時間 可能都過去有機會 藉著今年整個大氣候大環境 都是好一點的時候 它那個盈利復甦的動力 是會回來的 第二就是看它那個派息 都是不頑皮的 增加派息 這裡都是對那個市場來說 是一個很正面的因素 因為近來我們都看到 大部分能夠增加派息 或者派息比率可以提高的公司 業績之後的股價 都是做得比較好的 碧桂園都不例外了 所以你說第二個驚喜就是派息 它派息其實末期息是少了 四乘八的 只剩14.4分 但問題這次是什麼呢 有這個特別息 它給了22.81分 原因是要答謝全體股東對公司的支持和信任 加上37.21分 加上37.21分 實際上就是比你看看這個表 其實比過去這麼多年的股息都要多 就是派息最多的一年 但問題是你派得多 但其實它如果計算股息率 其實都是偏低的 可能那個息率都是只有2至3來的 但是Stanley 你覺得已經終於是一個 今天炒高最多成8%的一個很重大的原因 我想重要的是公司重視對股東的回報 在這裡我們看到每股的派息是增加了的 派息比率當然仍然都是不算很高 兩三成 相對於一些中字頭的股 可能他們的比率都是更加高 去比較的時候就不算很特別 但是始終是能夠增加每股派息 是令到股東那個實際的收益是提高的 那這方面那個舉動 其實市場是目前來講是一個偏好來的 就是喜歡這樣的企業舉動 所以就碧桂園都無得拖 在這一方面也做了一些功夫 那雖然都是叫借一些意 因為通常特別股息 我們都會說上市幾周年或者怎樣怎樣 有些藉口會好一點的 那他就以一個說 就是之前公司信任公司去做一個藉口 但是都叫做是增加到派息 所以這裡就對那個股價確實是有一個幫助 那指定說可以持續多久呢 那都要看回整個大環境 還有他的未來的營運表現 是的 是的 巴士 是 感谢观看